巨大龙卷风横扫美国南部 这段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十分惊人 大量碎木铁皮直接卷起 中间还夹杂着断掉的电线 不断冒出蓝色火花 就连货柜车都被吹到翻滚好几圈 这段影片出现在美国的乔治亚州 其实光是13号美国南部的肯塔基 阿拉巴马和乔治亚至少出现 45起龙卷风 不幸酿成超过9人死亡 乔治亚州进入紧急状况 从空派可以看到 乔治亚州的社区内房屋 几乎无一幸免 即使建筑没有倒塌也是满目疮痍 另外阿拉巴马州也是种宅户 放言望去只看得到倒塌的树木 和房屋残骸 坑塔基州的龙卷风警报也在风雨中作响 美国的龙卷风季节通常在每年3月到7月之间 这次罕见在1月大量出现极端气候的可怕再次重创美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